骆驼一只接一只排成长长队伍 还真是风风相连到天边 你在城市里堵车 到了大陆甘肃著名的敦煌月牙拳 就得做好堵骆驼的心理准备 就是旅游玩具嘛 游客比较多 娱乐项目都在山顶吧 游客多 上山要去体验 所以会趁有一段时间 就是发生的一种现象 月牙拳暑假期间 一天能涌入三四万游客 几乎都会花个一百块人民币体验 只是人太多统统堵在沙丘上 但钱都花了 就算烈日当头也得乖乖等 而河南的玉溪大峡谷 似乎也是卡卡的 大批游客避暑 一骚骚橡皮艇塞爆河道 不过瞧瞧这群大妈们 可是很懂得苦中作乐 今天的游客特别多 我们一刚去嘛 就在那里边跳下来躺不躺 一跳下来那游客 一起互动起来都开始跳了 基于安全考量 景区踩流量管制 游客一多就会塞船 暑假接近尾声 大陆各地景区 纷纷涌入大批游客 把握最后假期 反倒形成季节限定的独特奇观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